戴笠对待蝴蝶和她以往的那些女人是有所不得的 戴笠为了能够博得她一笑 命人专程从新疆空运她最爱吃的哈密瓜 戴笠甚至还专门在神仙堂为她修建了一所豪华公寓 在工厂进行洪办的时候 戴笠还带着蝴蝶去现场查看进度 一天戴笠和蝴蝶在军同高级特工审醉的陪同下 来到了这座公寓 戴笠对蝴蝶树最喜欢这个地方 神仙洞里驻神仙眷属 据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艺术中回忆 为了修这所房子 要汽车可以直达门口而不爬坡 他连当时四川最有实力的军阀 王陵基的地皮也占了一百多方 在赶工时 因不顾工人的疲劳和死活 结果连续发生工伤和事故 两个石匠被石条压死 几个受重伤 轻伤天天有 从以上这些内容 我们就可以看出 戴笠到底对蝴蝶有多重视